大家好,我是陶哥 这一集给大家带来 iPhone 8到iPhone 12 Pro Max 全系列刷机教程 本教程为通用教程 唯一的区别就是 iPhone 8和8 Plus 直接按电源键 就可关闭手机 iPhone X以上的全面屏手机 需要把音量加号键和电源键同时按住 才能关闭手机 下面我们用XMAX做示范 关机状态下 快速地按下音量加号键 音量减号键 然后按住电源键不动插入数据线 等待屏幕连接 手机的页面弹出白苹果 接着弹出一个电脑的符号 表示连接成功 如果没有连接成功 请重复以上步骤 手机进入恢复模式 点开S助手 点进去刷机页面 爱是助手左下角有下载固件 请提前下载好新的固件 尽量使用最新固件 老的固件验证如果关闭后 刷机即使成功 也无法激活手机 请注意 下载好最新的固件后 我们点击屏幕左上角一键刷机 选择已经下好的固件 点击屏幕右下角 立即刷机 如果你需要保资料 请选择不同的刷机模式 接着手机会自动进入黑屏模式 手机的屏幕上会显示一根白色的进度条 如果刷机长时间卡在80%不动 请检查你的网络连接 尽量选择电信宽带刷机 其他运营商的网关 可能会造成无法刷机成功 等待15分钟左右 碍事助手显示刷机成功 手机的页面 以提示完整的页面信息后 点击碍事助手的立即激活手机 等待数秒 手机激活成功 只教程试用iPhone 8以上 苹果所有机型